如果你是一个孤独的屌丝宅男单身狗 突然有那么一天 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主动跟你搭讪 并且还流露出想跟你有进一步发展的意愿 那你会不会认为这就是一个全套骗局呢 这个女孩的背后 肯定有一个经验丰富的犯罪团伙 你照了照镜子 发现自己唯一还能被人觊觎的东西 也就剩下身体里的那些拆车件 不过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不堪 其实啊 这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日本的科幻片 《我的机器人女龙》 狗胜桑是一名性格内向的大学生 由于没什么朋友 每年的生日都是一个人过 2008年的11月22号这天呢 是她20岁的生日 她为自己买了一块表 然后准备到饭馆为自己兴商 这时候她默然想起了去年过生日时的 一段奇妙的经历 2007年的11月22号这天呢 狗胜桑正在商场里瞎溜达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像是从科幻片里走出来的女孩小玲 小玲换上正常人的衣服之后啊 开始跟狗胜桑套进屋 对于小玲的挑逗和引诱 狗胜桑当时就厚不住 小玲跟着狗胜桑一路来到一饭馆 而且一点都不见外 大块朵一吃的是满嘴溜油 吃完之后还拽着狗胜桑逃了单 让狗胜桑吃惊的是 小玲居然带着她来到她的家门口 不仅用石头砸了她家的玻璃 还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 把狗胜桑听得是一头的污水 两人分别的时候 小玲说自己来自于一百年后 大老远的跑来特别的不中意 然后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 小玲走了之后 这一年来狗胜桑再也没跟小玲见过面 不过她有一种预感 觉得这次的生日小玲还有可能再出现 果不其然的 随着一通霹雳在闪电 我们的女主人公葱花匠闪亮登场了 这动作这表情跟终结者出来的时候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是一个是光着定 一个是裹得严严实实 虽然长得一样 但去年那个叫小玲的女孩 和这个被雷劈出来的葱花匠 可是有着本质的不同 去年那位是大货人 这位可是跟终结者差不多的高智能机器人 新鲜出炉还冒着热气 这位葱花匠一出道就露了一小手 在胡同里先把三个小流氓给胖走了一个 然后打听了一下当下的年月日 这套流程跟施瓦兴格出来的时候 几乎是一幕一样的 在商场里偷走了一套行动之后 葱花匠拿着蛋糕去为狗胜桑庆祝生日 狗胜桑还以为是去年那个叫小玲的女孩 高兴的都乐出啤梯泡 被葱花匠折磨一会之后 芳花里出事了 一位厌世的眼镜男为了报复社会 掏出枪开始在范花里疯狂扫射 幸亏葱花匠提前感受到了 上去就把狗胜桑振在桌子里 并且及时制止了眼镜男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 来到狗胜桑的家之后 葱花匠说出了自己的来历 原来葱花匠来自于65年之后 他是未来的狗胜桑亲手创造出来的智能机器人 当看到65年之后的自己 把狗胜桑吓了一跳 老狗胜说我现在变成这个样了 就是因为在范花里被眼镜男的枪给击中了 为了拯救我自己 我才让葱花匠穿越了回去 但是改变历史是要付出代价 或许在某一天 你将遇到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 不过你放心 葱花匠会一直保护着你 老狗胜走了之后 葱花匠开始做自我介绍 说自己其实跟大花匠没啥区别 该具备的功能也都具备 听了葱花匠的介绍 狗胜桑开始享用肺肺了 葱花匠一看狗胜桑一脸的银剑 就开始放高压垫 彻底掐断了狗胜桑无耻的陷阱 从此之后 狗胜桑和葱花匠开始了同居的生活 葱花匠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不仅把狗胜桑准时送进了教室 还帮助狗胜桑躲过了老师的偷袭 不过葱花匠的酒量不行 一杯啤酒下毒就短路了 不仅开始胡乱的房间 而且头也来回乱乱 接下来到了葱花匠传播正能量的时候 他不仅救了在街上玩耍的小生态 还在一场火载中救出了好多的孩子 转过天 葱花匠陪着狗胜桑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老家 当看着儿时的自己在街上跑来跑去 狗胜桑是百感交集的 复杂的心情简直是没法提 电影这玩意儿就是造梦的 在现实中极度渴望又无法实现的愿望 你总会在某一部电影中找到 亲情友情爱情 那些浅泉的情感让人永远都无法忘怀 说有这么一天 一所女子高中又出事 生无可恋的变态男挟持老师和学生跟警方对抗 眼瞅着要发生流血事件的葱花匠及时赶到 一痛拳打脚踢就把变态男也走懵逼了 一来二去狗胜桑渐渐的爱上了葱花匠 葱花匠说 其实我做的这些正能量的事 都是未来的你让我干 因为你这辈子有太多的遗憾 卡车撞死小正太 少年足球队宿舍失火 女子高中八名女生被杀 这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让你无法接受 所以才派我过来改变这个气 虽然狗胜桑亲了葱花匠 但葱花匠却没有任何的感觉 这让狗胜桑非常的沮丧 为了勾起葱花匠的记住心 狗胜桑故意和别的女孩约会 可一个机器人怎么可能会吃醋呢 狗胜桑这边刚想亲那位龙桃妹 就被龙桃妹扇了一大嘴吧 对于葱花匠来说 狗胜桑干什么他管不着 但是如果有人攻击狗胜桑 那他可不答应 狗胜桑说你是不是在吃醋啊 葱花匠说大哥你想多了 狗胜桑一听可气得不轻啊 爱有没法爱得有得不到 狗胜桑是因爱诚恨气急败坏 非要把葱花匠给撵走 狗胜桑说咱俩从此相望于江湖 老死不相望来 葱花匠一走 狗胜桑顿时变得是没劲大财 吃饭也没味的上课也没劲 没有了葱花匠的保护 老师的粉笔头再一次命中了狗胜桑 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 等失去了就彻底蒙蔽了 晚上狗胜桑回到家 意味的发现他小时候养的猫 被葱花匠给送回来 没过几天 预言中狗胜桑的灾难逐渐来临了 日本爆发了大地震 刹那间仿倒不塌 狗胜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就被压在了残缘断壁的下面 一直没走的葱花匠把狗胜桑给救出来 但好景不长 随着一波一波的余震 狗胜桑的生命再次受到了危险 葱花匠为了救他 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遗 61年后 狗胜桑已经变成狗大爷 但葱花匠还是那么的年轻漂亮 时间一晃来到了2133年 也就是开头那个叫小玲的女孩生活的时代 当他看到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葱花匠时 或高仿的猫王这些机器人 都已经成为了被拍卖的文物了 拍卖会上 好奇的小玲把葱花匠给买了下来 为了弄清楚葱花匠都经历过什么 小玲把葱花匠芯片里的信息 传输到了自己的脑子里 所以才有了开头 小玲穿远回2007年去见狗胜桑那一幕 小玲第一次见到狗胜桑 就爱上了这个人鱼而不怎么样的单身狗 两人说了一大堆废话之后 小玲穿过失望隧道回到了100年后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 为了给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小玲又穿越到了2008年 当狗胜桑正抱着支离破碎的葱花匠大哭的时候 小玲出现了 狗胜看了看怀里只剩下上半身的葱花匠 又看了看活蹦乱跳的大活人小玲 最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情 什么海窝又识烂 通通都是下车弹 一旦大难临的头全部树倒湖存散